对于刘欣这个东西 你要按我的这个意思 你不光是要对他限制消费了 还要对他实施边控 什么叫边控呢 那就是为了防止涉案的这些外国人 或者说中国人呢 那因为自己犯罪了之后 他就出逃嘛 逃出去嘛 逃出去 躲避司法机关对他的这个法律责任嘛 是吧 然后给我们这个境内的国家集体 或者个人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嘛 所以说在这个边境口岸 采取一系列的限制出境的这个保全措施 因为刘欣目前的这个局面的话 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 因为他的这个罪孽实在太深重了 所以说触犯重怒了 你不光是司法 还是说民间的这个舆论 都在矛头对准他的 官司输了 输了要赔七十多万 那他继续呢就不要脸 在微博上发起捐款 然后微博呢被永久封号 收钱的这个账户也被冻结嘛 然后刘欣一方还继续不死心啊 当时刘欣跟姜哥妈妈在打官司的时候 不是出现过一个叫做韩素的证人吗 是吧 刘欣的这个微博被封了之后 这个韩素的证人又跳出来了 鼓动刘欣的这个粉丝呢 直接把这个钱打到法院里面 去帮那个刘欣还钱 你看 就是个法盲嘛 你其实法院里面讲了 这个是不合规的 你打了也会远路退还嘛 所以说你看看 一个法盲带着这么一帮刘欣的脑残粉 还在那里胡搞瞎搞 结果好了 而微博直接把韩素的这个微博账号 也给禁言了嘛 那原本规定是刘欣是要在 这个月的九号之前就还钱 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还 开始当老赖了 然后到今天的话呢 被这个限制消费 那被限消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飞机啊列车啊软窝啊 轮船是吧 二等以上的这个仓位 你都做不了了 这个旅游度假什么高消费 你就不要想了 这一步步的重拳 就是非常及时的打下来了 就是要对这么一个 犯了错的这个人呢 做出惩罚 但这个人呢 就是直到今天不认错 最关键的一点是 除了刘欣自己不认错 他家人也是没有任何要认错的意思嘛 是吧 他们就是哪怕刘欣当老赖了 也不拿钱去完成这么一笔赔偿 所以说一方面 形势对于刘欣来讲 非常窘急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家人啊 跟他呢 没有丝毫悔过的这个意思 同时刘欣这个人 自己已经通过 无数的这个事实跟细节 证明他就是一个 道德沦丧到极致的家伙 最最关键的一点 还有一批刘欣的这个脑残粉 直到今天还在 不清不楚的支持刘欣啊 对不对 早上我看那个新闻评论区当中 就有这个刘欣粉丝在那里留言啊 说希望可以还刘欣人权 希望可以将真正作恶多端的人 绳之以法 这个案子真的是司法的耻辱啊 你这种言论已经足够无脑跟无耻了吧 但注意这个评论区的边上 还有96人在那里点赞的 所以说嘛 刘欣粉丝还在不断助长 刘欣作恶的这个气焰啊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刘欣最后是很有可能 直接逃到国外去的 因为一到国外的话 第一个 可以继续在国外的这个网络 捉腰吗 最关键的是他可以在国外 开账号作恶的同时的话呢 继续圈那个国内脑产粉的钱啊 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这个账号就是很难再被封了 钱也可以体现了 还有一点 他逃到国外之后啊 直接可以逃避掉 现在的这个法律的 这个赔偿责任 七十万钱就可以不用付了 因为你在国内的话 一旦你的这个银行账户有钱的话 都会被直接划走去还钱的 但是国外的话 我们这边想划也划不走了 你就逃避了吗 到了那时你想想看 一边是可以不用付钱 继续在物质层面 伤害姜哥的妈妈 一边的话呢 还可以在法外之地呢 妖言惑众 在精神上持续的刺激姜哥妈妈 所以说 一定要防止他出逃 在这个事情上 实际操作上的话呢 我们作为普通民众呢 也就只能够在那里呼吁呼吁 但真正涉及到操作 我问了一下法律界的朋友啊 他们给我的这个回馈就是说 对姜哥妈妈主动提出来相关的这个申请 才有可能 那我不知道姜哥妈妈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啊 如果能看到 那对刘欣的这个下一步呢 咱真的是不得不防 毕竟对于这样的人 如果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的话 那真的是天理难容 是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刘欣 限制消费的这个同事 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 对他限制边控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下期百花天下 再聊